大家好 星期二得到 今天2020年8月11日 星期二 今天就是我們錄音的時間 香港的下午 股市已經收了一段時間 我們也是早上早 剛剛吃完早餐 起床 看到這兩天的新聞 有一宗一定要說的 就是 昨天 早上7時 在我們錄音的時候 壹傳媒主席黎智英 還有其他有幾個董事 張劍雄 被香港政府拘捕 被納稅的黨衛軍 一個政治迫害 拉完之後 有人在網上提出 買蘋果日報 買他的股票 股價 應聲上升 我看看昨天的圖片 上午十一二點就開始發力 然後下午就 不斷瘋狂炒上去 最低由七仙半起步 因為 消息一出之後就跌了 一度就升到四毫子 要說昨天 今天更精彩 今天一開始 就已經是一路上升上去 昨天收市是兩毫 五仙半 今天一開始就開四毫 然後一路上升上去 最高是炒到上去 1.96元 當時的市值是有幾十億的 還多過TVB 有五十多億市值 然後 美市就回套 只剩一元鬆一點 全日成交 有42億6500萬 這個是很誇張的事情 一隻股票 曾經跌到兩億市值左右 跌到幾個仙 變成仙股 在兩天之內炒高超過20倍 這個是 肯定是近期的紀錄 近年有沒有一隻那麼厲害的股票就暫時沒有 但是 股價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可以去到幾十億成交 而今天早上有人 向我們報告 他的跳動 超過騰訊 超過股票 超過股票 因為 他的單價 便宜 過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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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很多散戶入市炒賣 一直 搶到1.9號多 當時 直線上的那條線 很誇張的 大利司機也不斷跳不停 沒有試過在停一格裏面超過一秒 不斷不斷變 不斷地 衝上去 當然 衝高了之後 自然就回落了 跌回了 然後跌到過幾個仙 又回到過半 到了收市 當然是散水 老實說 買他的股票可不可以幫到肥佬麗呢 真的不敢說 你 刺激了他的股價 但是 這個肯定是一個莊家活動 很多人不願意聽 怎樣怎樣也好 這個是一個莊家活動 我估計跟肥佬麗是沒有關係的 有人就用來 借這件事來炒作 這個絕對 我們也是奉勸各位市民 不要 傾而走險去炒這些股票 因為 最終你其實幫不了肥佬麗 你如果想拿錢來 留念 就不是買他的股票 而是訂閱 他們的 年費 訂閱他們 他們有收入 他們就可以捱下去 你買他的股票 錢就被莊家售了 又或是被其他人糖水滾糖魚 撕殺了 是 完全幫不了肥佬麗 因為現在 對肥佬麗說 他是至上富貴 他也沽不到 他也不能夠趁高 現在的股票 是不是 所以 是一些東西都幫助不了的 我們 以前踢爆過很多老千股 我們也不想再說 香港人太有錢了 每一件事都有機會被一些有心人拿來做炒作藉口 又或者被人 用來炒旗 香港人會從他身大 côté黑으니까 香港人有一個心態就是買贖罪券 香港人領有心態就是買贖罪券 香港人領有心態就是買贖罪券 香港人也像út 香港人領有一個心態就是買贖罪券 沒有人排隊去買《蘋果日報》 這個真是世間少有 蘋果平時賣幾萬份 報紙跌到幾萬張紙 昨天是介印到35萬份 都賣了 最終蘋果再介印 是加到55萬份 也全部賣了 如果計10元份就賣了500多萬 當然要給報販賺 不是自己代曬的 但是如果每天都這樣賣 蘋果就回到身 那麼大家是不是可以堅持下去 每天都這樣賣呢 蘋果如果銷路 每天都賣到50萬份 他會回到身的了 因為只是賣紙 起碼賺6元一張 連購除報紙成本 報販賺的錢 不要當6元那麼盡量 當5元 一份報紙賺5元 50萬份就賺250萬 一個月就賺7500萬 他虧的錢就夠了 問題是否大家都會堅持下去呢 這個才是最重要 那麼當然 昨晚的舉動 股票的一度的升幅 也是使得全世界為之震動 香港人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用他們的時間 血汗 金錢 去支持蘋果日報 當然有可能部分會是 被有心人得到這個利益 但是 主要你看到那種 齊心 或者 是那個 願意花時間 晚上凌晨 踢對拖鞋到71報紙攤 排隊 不是買iPhone 不是炒波鞋 不是買LV 是買報紙 這個是全世界 做不到的東西來的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沒有一個地區 沒有一個人民可以做得到香港人 所做的東西 從去年開始 我們也說了很久了 香港人 是拯救全世界的 因為香港人 是喚醒了 全世界 他們 一直被中共騙 中共帶著假面具出去騙人 但是在面對香港 他就不惜脫下這副面具 他以為沒有人看得到 現在全世界都看到他的副面具 我覺得他會很後悔的將來 將來如果中共是倒台的那一天 習近平是會很後悔 為了一個小小的香港 竟然可以使得整個 有 90年基業的黨 位於一旦 甚至乎 他們的黨將會被 全球追殺 好像納稅如業 沒有一個地方是你的藏身之所 因為中共 我敢說這幾十年 因為他的時間 他的壽命比納稅長很多 他作惡比納稅多很多倍 只是說 大饑荒已經餓死四千五百萬人 文革鬥死鬥傷一億人 反右又有幾百萬人被殺頭 跟著土改 一連串的政治運動 中國 其實是 死傷過億人 而且很多變成了勞殘 很多變成了精神疾病 基本上是 完全失去了他的靈魂 那麼現在 我們香港人 憑著我們的勇氣 憑著我們的堅毅 我們的年青人付出他們的血淚 有過千人是死得不明不白 有很多人被人撥穿頭 有些逃亡海外 我們也要到處接濟很多個 不同的海外的朋友 坦白說是接濟到乾堂的 因為太多人 求助每一個地方都有 英國 最近也有加拿大 跟著美國那邊也有手足過去 有一位在越南仍然未走到 台灣也有一批 跟著 還有 有部分的過了來英國 而且陸續也有人會繼續來 我們 其實也不想 說出來說 說要 大家怎麼幫助 但是 最近我們是的確遇到麻煩 那個財政是十分之緊絕的 那麼當然 銀行戶口也很麻煩 我們希望 大家 暫時不要先進行恆生那個 因為恆生那個 現在我們 還是跟銀行 在處理一些文件上的東西 所以就 還不可以 還不可以用 如果大家有 想問的可以PM我們 97114085 那麼我們 盡量也會在我們 睡醒的時間 跟大家多多聯絡 那麼 說回這單蘋果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 可以 去到這樣的 不是為錢 不是為利益 撐蘋果可以這樣撐 真的是香港只是香港 全世界沒有人做得到 我們是身為香港人 是自豪的 是引以為榮的 希望我們香港早日光復 好 這節時間 我們是這麼多 拜拜